牙疼不是病 痛起来争药命 不用怕,我有妙方 不用998 也不用98 更不用9块8 只要扶上几朵石榴花 一切疼痛都搞定 心动不如行动 赶快拨打我们下方的热线电话 前100名我们还会免费赠送10朵石榴花哦 数量不多 先到先得 现在只有98了 现在只有90了 赶快拨打我们下方的热线电话 反正我们是不会发货的 大家好我是小新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榴花 石榴花有很多的药用价值 比如说对牙疼 然后 还可以止血止痛 比如说 有鼻血 然后中耳炎 以前呢 女孩子的一些月局不调都很好 总之它有很多要用价值 它这个石榴花 它可以用来煲汤喝 然后可以用炒菜 我们今天就是用它用来炒菜 这段时间是石榴开花的季节 这段时间是石榴开花的季节 大家可以看这树上开满的都是石榴花 今天这个石榴树比较茂盛 下雨过后石榴树都弯了 我再拿几朵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拿去洗一下 原来我们是打算炒这个石榴花的 现在我们做凉拌好了 先把这个花洗一下 我们要把它去掉 这个不要 刚刚在地里面摘了点生菜 待会儿我们就用生菜和凉拌 石榴花我们稍微煮一下 现在差不多了 石榴花我们已经煮过了 把生菜切一下 放点蒜末 放点蒜末 放点盐 再加点香油 芝麻油 适当放点生抽 如果是喜欢辣的话可以放点辣椒 搅拌一下就差不多了 我要先尝一下 花还少了一点 味道还行 有点凉 有点摄耳 要尝一下这个花 嗯 这花要好吃一点 这个花下面这部分有点色 可以 好了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见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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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